地球是我们的母星,在数十亿以来,地球孕育了许多生命,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没有发现宇宙中有和地球一样孕育生命的天体。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是相对特殊的,为了进一步探测研究地球的特殊性,在上世纪就有科学家把目标转移到了地球本身上,地球到底是内部长什么样子? 前苏联曾经挖到一半爆气,日本计划挖通地球,前苏联科学家曾经为了研究地球内部的样子,为此专门开展了一项对地球内部钻孔探测的科研活动。 当时钻孔探测深度已经挖到地下一半三千米的时候,因为科研经费和其他原因,苏联终止了这项活动。 最近,日本科学家又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日本科学家表示,将会下挖持地球核心,并作为初步计划将会在2030年之前下挖持地球上地脉。 进一步研究地球内部状况,日本科学家们并不是在纸上谈兵,他们已经将一艘和盐酸探船,派往太平洋中部夏威夷去岛海域附近,并打算从那里地壳相对比较薄的海域进行探测研究。 但是在海上探测还会遇到种种问题,针孔探头需要深入进海底,才能开始有效的作业工作,虽然选在了地壳比较薄的区域,但是钻头要穿过几千米的海域,到达海底,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对于这次科研活动,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对此你怎么看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